现在我们这节课讲一下金座单层带 它单层带跟双层带的金座呢 是有点类似的 只不过是一个单条一方条 那么我们首先这一块 这是大块的布 然后呢我们这是一条这个 这个是要烫下衬子 这个呢 烫在开带的这个地方烫衬 然后画好带子位置 那么这边是正面 这边是反面 反面我就贴个纸 大家去看一下 在这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 那如果你剪小块的这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剪一块很大的布 然后把它烫衬 你需要这个呢 我们就再铺上去剪 就是不要剪好一个小块 一个小块 然后去烫衬 那样更耽误时间 这样呢 剪一块呢 烫了之后呢 然后再去剪呢 一个呢是它缩水 没有那么严重 第二个呢也方便剪 所以呢我在做事的时候呢 我都基本上还就是 大家可能就是说 工厂里面只要是 是多大多大个 但是如果是咱们 个人定制 量身定制的高定 他们呢 很多师傅呢 他都不是这样的 就把每片去做出来 很多东西你可以自己去剪 这些东西啊 当然那么 对于小白来说 可能就是每片才变 但是呢 养成这样的习惯呢 也是非常好的 有些东西你踩好了 然后就躺起整个 反而有时可能 不是那么完美 好那么我这里呢 就画好了一个位置哈 挨着那个紫样画的 然后呢就随便画一下 从这里下了一个五公分 然后从这里划掉线 然后从这里剪开 我希望各位同学呢 学东西还是灵活应用 比较好啊 那么有些东西 我们可以多剪几块 防止呢 我们剪烂开烂 然后重新做嘛 是不是 都给自己留一个 遗留的空间 那我们从这里呢 随便来一边 好我们画出一公分的缝分 这条小的也是 高手呢 是可以忽虐的 不用画 因为这些面子是很多小白 画一下 首先这个是上面哈 就是一般裤子啊 开带啊 这是腰头方向 这是下方啊 那我们这个大的这一块 就是放在下方 那口的位置 我们也可以给它定好 好 那我们画的黑色的线 车的时候呢 要跟下面我们画的这条粉 这个粉笔发的线要重合 开带的这些啊 尽量就是针迹啊 调小一点 照之后呢 从这里啊 这个我们画的线也是同样是跟这个吻合的 它中间交叉是没有关系的 一定要保证两边是平行的状态哈 这回来之后 我们要检查一下 这个是不是一个正宗的长方形 一定要保证是正宗的长方形 否则呢 你做出来的成平那个角啊 就是要么就是会形成平行四边形 或者歪的啊 如果是没有达到这个平行平 那你该补真的就补真啊 记住哈 这个是很关键很重要的 确定55之后 这个长方形是正宗的长方形 那么我们就开始打检口 打检口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哈 我们打到检口这里 这里呢 到这画的这条线一公分啊 不要超过一公分 不要1.5啊 或者之类的 你打的隔着的距离越多 那么到时候我们检口 这里就越斜 越斜呢 也就是我们这里呢 就越容易烂了 这是一个关键点 打进口的时候啊 快很整 就是尽量就是一步到位 到这个线 到我们这个打到真的这个位置 不要左打右打哈 尽量的就用一个锋利的剪刀 那一下打下去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缝 给它这样 用指甲刮一下 很多师傅啊 那些老师傅啊 你们看他们手上指甲都比较长 其实他说让他方便干活啊 他并没有什么事啊 然后我们来烫一下哈 然后把这个翻过去 翻过去之后 或者上面这个我们是不需要开封的 我们就往这里 这个缝我就往上面倒 但是呢 你就是不能让它沉底哈 然后这边下面哈 就下面我们这个缝是开着的啊 一定要开着 那这个呢 我们往上面啊 然后这个呢 我们尽量就往挨着这边折 看到没有 挨着这样靠紧它 折一下哈 然后烫一下 先不要烫死 烫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拉下来啊 然后再烫一下 然后给它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呢 我们要调整这个条子的宽度 那我们一定要调整到这个边边 要齐平这上面的边缘 不能有空隙 把它这样往上面挪一点 那它就有 它就能达到了 并且保证下面是平整的状态 这边也是一样的 那把这样弄出来 两头的宽度固定好之后呢 是吧 那我们中间的宽度也要保证是一致的 调整好 如果中间宽 那你就按住这里 拉下面拉 这才往下面拉 那它就会 OK 烫东西的时候 进来用一个冷却的东西 挤盖一下 这样起到进行的作用 这样做好的呢 就是说它这里没有高低的感觉 它是就是一条平缝的 做好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封口 封起来吧 因为我们这个是做的假口袋 那就这块 我们就这样封起来 当然如果你要做真口袋 那你就把这个袋布给接起来了 接住 接住 然后封 首先呢 我把这块 把这个圈起来 然后 从这条 把这个线 车在这个缝里面 车这呢 用针也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你要车在这个缝里面 那么你的针 一定不要用大了 测进去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里看 看清楚 把这个三角往里面塞 弄这个三角的时候呢 就是尽量不要太粗鲁 温柔一点 很容易烂 调好这个形状 保证这个角式方正的 按住这里 达到这里 这边也是一样的 车子油线的一定是刚好是从这个角这里哈 也不要过多 就是凭着你这样折痕 你这样折好了之后 它会形成一条直线 你直接想按在这里 车过来就好了 车好就这样的 那如果你车的这里没有线 有一点露出来 或者之类的 那你 用这个锥子往里面滑一下 它这个线就进去了 最后呢 我们再把这里 这是夹口的 是吧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固定 把它封起来 按住它 从这里固定 这个呢 就不要靠到这个第一条线了 我们可以靠个过来0.5 或者0.5 都可以的 然后你就锁一下边 在周围 锁一下边就可以了 那么简座的一支带 简座的一支带呢 其实跟我们这个拉链带啊 是很像的 首先我们车一个这样的条子 那我们车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一块 我们是单层的车的嘛 是吧 我们因为我们要这样开缝 那如果是你简座的话呢 你就把这个条子是对折 车的 其他做法都一样 翻过来 然后车一下条面的脚就行了 那都是很简单 那么通常这种金座的 一支口袋呢 它通常是用于那种高档的锡库 那种比较高档的脱障 它的主要就是控制 它没有高低缝 让它形成一个很平整的一个面 我们要在那一块儿的锡库 它没有然后在那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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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的 estre